临近CBA新赛季开始,引进了多名国内球人的青岛队,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外援组合。 向外援方面去约了吉布森,而大外援则引进了前雷霆队的中锋达卡里·约翰逊。 达卡里·约翰逊今年也只有23岁,非常年轻,不过对于CBA的比赛来说,这个约翰逊的身材是足够了,213公分的身高,218公分的臂展,足以在CBA成为一个优秀的护况者。 在2015年第二轮总第48阵位上,达卡里·约翰逊被俄克拉和马城雷霆队选中了,在中锋位置不缺人的雷霆队,约翰逊获得的机会并不多。 上个赛季,约翰逊在雷霆队打了31场比赛,在场中只能出战5.2分钟,贡献1.8分和1.1个篮板。 不过他的投篮命中率,达到了56.4%,还是很不错的。 2018年7月,约翰逊被雷霆队交易到了奥兰多魔术队,随即被魔术队踩掉,远离了NBA,在CBA重新找到工作并不是一件坏事,因为还是有不少NBA球员,通过CBA的比赛重回NBA,更不用说约翰逊还这么年轻。 此外,约翰逊还获得了为国效力的机会,美国蓝蓝近日公布了2019年蓝蓝世界杯第四窗口期逾选赛的12人大名单。 刚刚加盟CBA青岛队的打卡里约翰逊也在其中,有了收入,还能在国际赛场上露联。 今下离开NBA的打卡里约翰逊也不算是一无所获,他还年轻,还是有, 希望回到最高级别的联赛的。